我们国家的马来同胞啊 很多碍于宗教条规 那他们不太改 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尝试华人的食物 那要不然呢 就是要去到那种高级大酒店 吃很贵的哈喽华人餐 但是今天的华裔穆斯林开斋节系列报道呢 我们要来看的这位华裔穆斯林 那他从小就是吃华人美食长大的 长大皈依伊斯兰之后呢 对于这个记忆中的味道 依然久久无法忘怀 那为了让更多的穆斯林 能够安心地去享用这些美食 于是他毅然决定 卖起了改良过的清真版华人街头美食 它有榴莲 铃鸣 还有巧克力 咖椰 倒沙 野鸡 叉烧包 可是它的鸡 BBQ鸡 好像叉烧包 可是是鸡鸡 哈喽的了 你没听错 关键字是哈喽 这些包子 全是穆斯林可以吃的清真食品 这一位投带都动 身穿马来装的华裔穆斯林 Jasmine大姐 她的小食当 平常卖的全是你我熟悉的华人食物 谢谢 谢谢 大姐她说 尤其是华人点心 要找哈喽的 又贵又难 要找点心 餐餐饭食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做这个 其他的华人的穆斯林 也是可以吃 他们很想吃 中国真正的味道 因为是哈喽的食物 Jasmine的顾客群 其实不止锁定华人 而是遍及各种族 而这当中 烹调方式 与马来州完全不同的家传基斯州 更是深受马来同胞的喜爱 成了最热卖的招牌菜 我们用鸡肉煮得很长 所以它们的味道已经进去了 鸡肉 还有麻油是最重要的 它会吸引味道 然后鸡肉 然后鸡肉 鸡肉 还有一点点鸡肉 在Jasmine决定 辞职开档做生意的这一路上 有个全力支持她的印裔老公 同样身为穆斯林的奥马 是个职业律师 平常一有空 下班之后 就会过来帮帮手 在一周四次 我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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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帯 他们就会很认为 他们开始问 为什么是鸡肉 所以我们要说 我就是中国 我丈夫是印装 真的吗 我丈夫是印装 然后是鸡肉 普通是鸡肉 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的 小摊档起家 慢慢才有了现在的固定食摊 有些他们虽然看到我是 穆斯林也是有穿 hijab 他们也是会问 这是哈拉的 他们会有论 所以我们会慢慢解释给他听 这个是哈拉的 渐渐的这些质疑声浪 都在这平价却不廉价的美味当中 笑声匿迹 现在不管是晴天 雨天 不管是小时档 还是摘解月市集 杰斯林的忠实顾客 都会自己找上门来 我喜欢鸡肉 因为这种鸡肉 只售价非哈拉 所以这里 我给予了鸡肉 尤其是鸡肉 尤其是鸡肉 和鸡肉 我喜欢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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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没有做鸡肉 我喜欢鸡肉 鸡肉 我喜欢鸡肉 鸡肉 鸡肉 有很多 全部都很足够 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在一步一脚印的踏史经营当中 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互相猜疑 在这多元和包容的土地 自会消弭 谁说 华人传统美食 就不能在诉求清真的摘解月市集当中 继续飘香呢